《彌絲之歷》 展覽《彌絲之歷》就正式開始了 其實《彌絲之歷》是我的第一首單曲《彌絲》的一個延續 我就很幸運遇到一位藝術師 叫林欣杰先生 他是一個做多模體藝術的一個很資深的藝術師 在我今年做了藝術大使的時候 遇到他 見到他有一個作品一個表演叫《荒原之外》 是有很多光線和音樂加裝置的一些合體的東西 然後我在那個表演裡面 我感受到很多很前所未有的一些平靜 所以很想將那樣東西去擺在自己這個音樂作品裡面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個合作 所以邀請了他 也都很開心地真的促成到今次的這個歷史之歷 然後在創作過程其實就是 就是不停地去想究竟 究竟《彌絲》可以再拿到一些什麼 象徵著他的東西 放在這個展覽裡面 然後Kiff就問我 你可不可以畫一隻梨絲出來 然後我就反而不是想到梨絲 而是想到一部分就是他的皮膚 就想到其實可不可以用鱗片去做他的一個象徵呢 然後就決定了用鱗片 然後Kiff就說不如鱗片就好像是一個人的 missing piece 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在一個人生裡面去找一個 你好像掉落了或者你毀失了的一件事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所以最後就將東西慢慢地發展下去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想去找到一些答案 或者去找自己的 missing piece 去找自己的一些掉落了的碎片或者缺口 但其實到最後找到是不是最重要呢 或者會找到一些什麼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過程 亦都是你感受到的東西 或者是其實 今後你未必找到你掉落的一塊 可能那個才是最完整的你 那所以呢 就覺得想抱一個空間給大家 除了有光影啦 一個裝置在這裏 就是很想大家可以在十二月這段時間 普天同慶 但是可以回顧一下自己 這幾年可能吸收到的一些 一些情緒或者能量 很想釋放它 或者給大家重整一下自己這一年的一些心情 那也都想讓大家可以在這裏 就算未必得到很多很強烈的故事或者message 但是我想給大家一個空間 可以在這裏 可以呼一口氣